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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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湖南東北洪水氾濫 鄉村災情慘重缺救援 數百商家聚集拼多多總部 抗議不合理罰款 加拿大軍艦例行穿越台海 美加軍艦東海連續 中醫師分享夏季養星妙招 熬夜式大季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近來 湖南東北等地 因暴雨 水庫洩洪 導致洪水氾濫 災情慘重 湖南重災區 陳州滋興市災民披露 多個村鎮受災近一周 沒有獲得救援 官方封鎖消息 湖南陳州滋興市多個鄉鎮 7月27號遭遇特大洪災 當地災民披露 最大水庫東江水庫仍持續洩洪 目前多個村鎮 依然沒水電沒通路 沒有獲得救援 災區很多地方被洪水疑為平地 傷亡慘重 但官方封鎖消息 近日受暴雨影響 靜伯湖和豐滿大壩洩洪 牡丹江和松花江流域水位持續上漲 7月31號牡丹江洪峰過境寧安 淹沒多個村鎮 民眾緊急逃生 8月1號牡丹江一名農民發飾品訴苦說 他家被淹沒了 承包20賞地種水稻 每賞地承包價是一萬四千元 向銀行貸款七八十萬 還不出來不知道該怎麼 此外 松花江支流盲牛河暴漲 淹沒哈爾濱五常市大面積稻田 奴民擔心 今年會跟去年一樣 又是白忙一成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熊斌伯倪採訪報導 近日 數百位商家聚集到中國電商平臺拼多多的廣州總部 抗議該公司不合理的罰款政策侵害商家利益 質疑平臺借罰款斂財 網傳視頻顯示 7月22號和29號 數百名胎木電商平臺的供應商聚集到位於廣州攀儀的拼多多總部抗議 胎木市拼多多於2022年9月推出的跨境電商平臺 目前已經登陸75個國家 有商家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胎木設置了極為苛刻的罰款條款 如果他們的商品遭到買家投訴或退款 會被平臺罰款幾萬元至幾百萬元不等 商家質疑拼多多借罰款斂財 7月30號晚 拼多多回應中國證券報的質詢師稱 罰款賠給了消費者 時政評論人士邢天行對新唐人表示 拼多多的這個說法經不起推敲 商家的質疑是有理由的 因為消費者並沒有得到這個錢 那麼你能不能說清楚這些罰款到底給誰了 你給消費者的只是那個原價退回去的 那麼剩下你多罰那部分錢你到底給誰 你怎麼用了 他沒有話可說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回應 拼多多首創僅退款服務監督商家保障消費者權益 買家不需要退貨就可以退款 這個初衷呢其實是沒問題的 但是問題在哪就是說他在這個審核僅退款的時候 他其實是沒有門的 不管這個退款的這個人說出任何理由 哪怕他這個理由完全是編造的 那麼他也是強制的要求這個商家僅退款 邢天行說因為拼多多留下這麼一個縫隙 因此有很多人到平臺薅羊毛 看到哪個銷量好的東西就去緊退款 導致商家賠錢而拼多多罰的款也就越多 形成了惡性循環 拼多多他的這個最被罵的這一點就是這樣 就是說他等於說是自己怎麼都是賺錢的 而且是如果薅羊毛黨薅得很厲害的時候 他不僅沒得到懲罰 拼多多也不去追究 反而從中他還得到了更多的利益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唐瑩李莉高玉採訪報導 科技公司字節跳動位於新加坡的總部 週二傳出集體食物中毒事件 41人被緊急送醫 新加坡民房部隊展開相關調查 多輛救護車消防車甚至消毒車等 停泊在字節跳動公司位於新加坡商業大樓 萊福士碼頭1號的總部下 據當地媒體報導 至少41名出現腸胃不適症狀的員工被送到醫院 新加坡民房部隊表示 求醫民眾大多有腹痛嘔吐等症狀 之前都吃了同一來源的食物 字節跳動公司其後發公告證實 部分員工在新加坡萊福士碼頭1號的食堂用餐後 感到不適 字節跳動已經設置臨時醫療員助站 並暫時封閉了食堂內的自助餐區 直到當局調查結束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柯婷婷綜合報導 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前秘書長王淑君 在美國被控中共代理人議案 7月30號第二次開庭 來看記者的報導 檢方專家證人周安蘭繼續提供證詞 詳細介紹了中共國安的策略 包括招募民運人士的手法 法庭播放了一段錄音證據 是FBI的臥底陳探員 偽裝成中共國安人員到王淑君家中的對話 王淑君在錄音中自爆 自己主要是通過寫王室日記和威廉日記 分別給青島國安和廣東部門看 而自己一般每月寫兩三次情報報告 陳探員讓王淑君刪除某些文件 以防美國方面的調查 王淑君表示 完全刪除太明顯 建議隔一個刪一個 並將電腦上的電子郵件密碼 告訴了陳探員 王淑君走出庭審後 對各方證據不以為意 這幫人他們要難看的 我告訴你 王淑君被指控向中共國安發短信電郵 並通過寫日記來記錄和報告 準備參加抗議活動人士的姓名和位置 包括王淑君曾向廣東國安人員 匯報其與香港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通話的細節 此後何俊仁被捕 此案目前受到許多團體的密切關注 記者掌握的消息來源顯示 目前在香港被監禁的活動人士何俊仁的律師 也在詢問此案的最新進展 王淑君現年76歲 如果罪名成立最高或面臨25年行期 新黨人電視台記者杜若秦月 紐約採訪報導 再來看到 週三 加拿大海軍巡防艦蒙特羅號 由北向南穿越台灣海峽 台灣軍方表示 全程掌握周邊海空域動態 狀況正常 加拿大海軍巡防艦蒙特羅號 由北向南穿越台灣海峽 加拿大軍方在社群發布照片 證實這是例行穿越台海 並寫道 加拿大與我們的盟友一起 依照國際法運作 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促進印太的和平 韌性和安全 加拿大防長證實 並說 正增強加拿大海軍在印太的軍事存在 同一天 美軍太平洋艦隊在社群發文 蒙特羅號與美軍驅逐艦在東海行動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嚴俊榮譽綜合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日本央行升級後日圓跳漲 中國電商TEMO對商家開出上億人民幣罰單 數百家商家前往廣州總部抗議 美國大選拜登出招停車警力 川普出席非議協會遭遇挑戰 法國遭風暴襲擊 巴林高速列車受到影響 德國政府週三表示 經調查確定 中共2021年發動了對 德國國家制圖辦公室的網絡攻擊 德國譴責中共的行為 1989年以來 首次召見中共駐德國大使 表示抗議 德國外交部週三譴責中共 2021年對德國聯邦制圖和土地測量局辦公室 進行嚴重的網絡攻擊 據報導 德國聯邦制圖和土地測量局 主要負責繪製詳細地圖和評估衛星圖像 2021年 中共的APT-15黑客組織 實施了這起網工 他說 這是1989年中共天安門廣場鎮壓民眾 德國召見中共大使以來 首次召見中共大使 提出抗議 德國內政部表示 在公布結束之前 德國安全部門對這起網絡攻擊 展開了徹底的調查 中共構成的潛在安全風險 再次讓德國關係出現緊張局面 三週前 德國表示 將從2026年開始 分量步驟 禁止在5G網絡核心部分 使用華為 和中興製造的關鍵零件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李梅 宇薇綜合報導 今年 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 已經持續了25年 在720到來前夕 美國國會眾議員 山姆格雷夫斯 發信聲援法輪功 呼籲人們携手為法輪功伸張正義 來自密蘇里州的國會眾議員 山姆格雷夫斯 在聲援信中說 我很自豪能公開表態支持你們 反抗中共持續對法輪功學員 施加不公的暴行 宗教信仰自由 不僅是憲法賦予的權力 更是每個人 都應當享有的基本人權 中國的共產主義 威脅著全球自由民眾的獨立和人權 中共對踐踏人權習以為常 如殺人害命、活摘器官、大規模非法監禁 和喪盡天良的酷刑 這些情境表明 中共企圖消滅法輪功這一信仰 以此推進其共產意識形態 這些種族滅絕行徑最不可恕 絕不應該出現在當今世界 請相信我堅定地和你們站在一起 共同反迫害 期盼我們能攜手為法輪功伸張正義 我堅定不移地推動 保障宗教自由和人權至上的政策 你們在反抗暴政中展現的勇氣和堅持 是自由信仰權力的開模 也為全美國人民樹立了典範 新唐人電視臺紐約報導 援助民族日首屆峰會 賴清德推希望工程五重點 歡迎回來 8月1日援助民族日 台灣舉行第一屆援民政策高峰會 總統賴清德 呼應今年主題 向援助民族致敬 感謝他們對台灣在各領域的貢獻 幾千年守護台灣 感謝援助民朋友 履履在國際舞台上為國爭光 蔡英文總統是台灣第一個總統 向援助民族道歉 針對援助民族在歷史上所受到的 不公不義的待遇 代表國家跟原住民族道歉 他也親自主持了三屆八年的原住民族 轉型正義的會議 也是一樣邀請各組的代表 因為促轉條例已經落日 所有的不分族群的轉型正義 都會回到行政院 由行政院長親自主持來持續推動 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表示 有原住民文化 台灣的文化才完整 也是全球珍貴資產 他重申推動國家希望工程 在原民領域有五大重點 第一 持續附贈原住民族語言 語言是族群的根本 第二 依據原住民族健康法提升健康 三是原住民族文化 四是培育原民人才 五是部落基礎建設與產業經濟 讓想在部落發展的年輕人有機會 新唐人亞太電視 林家維臺灣臺北報導 接下來請看今天的《財經100秒》 三星電子公布第二季半導體業務 營業盡力為6.45兆韓元 約新台幣1548億 這是自2022年第二季後 時隔兩年超過台積電 衝回寶座 日本央行31號宣布升息 決定將政策利率從0%到0.1% 上調至0.25% 這是自3月結束負利率政策以來再度升息 日股週四早市初段級別 日經平均指數一度重挫超過1300點 全球半導體風秀龍頭綠月光宣布 將在日本九州福岡縣北九州市取得土地 金額為34億元 日經新聞報導 泰國政府對中國電動車企業提供的補貼 重創當地汽車成業 業界人士表示 泰國電動車面臨嚴重的供給過剩 引發傳統汽車削減呈現甚至關閉工廠 金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中醫師分享夏季養星妙招 熬夜是大季 週三 美國政府進一步推進學生貸款減免 涉及上千萬人 與此同時 副總統賀錦麗和前總統川普 繼續為競選造勢 下面來看白宮記者的報導 週三 美國政府宣布將會繼續推進學生貸款減免計畫 在未來幾天 教育部將會向約2500萬美國人發送郵件 告訴他們可能符合哪些貸款減免計畫 白宮表示 美國政府宣布將會推進學生貸款減免計畫 這項政策 同在週三 美國前總統川普前往芝加哥 在黑人記者協會的大會上接受採訪 希望贏得黑人的支持 而在下週 賀錦麗將會與她即將宣布的副總統人選 前往關鍵的戰場周造勢 新常人電視台記者陶無明 美國白宮報導 夏天是養心的季節 同時 高溫下人體代謝和血液循環都會加快 心臟負擔也會變重 中醫師鄭振隆提醒民眾 養護心臟需要在日常的起居和飲食中多加注意 夏季是心血管疾病的高發季節 中醫師鄭振隆表示 心臟不好的人因為缺氧會有胸悶氣短的症狀 同時 由於心肌無力 血液循環變慢 臉色也會變暗 他說 現代人工作壓力大 晚上回家後再玩手機到後半夜 睡眠不足 睡眠質量也不好 對心臟的負擔很重 他建議下班後 放下電子產品 轉換思緒 養貓 遛狗 或者是閱讀紙直書 養成早睡的習慣 另外 中午小氣一會兒也能保養心臟 而在工作間隙 站起來適度拉伸和活動 也可以輔助血液流通 減輕心臟的負擔 活動如果沒有做 運動就是徒勞了 白天給他做 一天一點都沒動 已經把身體整壞了 心臟已經整壞了 你還去做多練 那就增加了負擔 因為你去做多練 肯定是劇烈性 劇烈性心臟已經很疲勞了 你再去做劇烈肯定是不行了 在飲食方面 中醫師提醒 均衡飲食 少喝冰水 酷鼠奶奶時 他建議喝涼茶或綠豆粥 鼠良性 可以降火幫助結束 另外 保持平和的心態 愉悅的心情 壓力大時就去旅遊 大聲唱歌 排解壓力才能保持心臟的健康 新當人電視臺記者李佳音 林永鋒 洛杉磯財網報導 蛋糕店小小店員體驗 幼兒園小朋友學習生活實踐 台中市北區太平國小 攜手連鎖蛋糕店 舉辦小小店員體驗活動 幼兒園小朋友換上工作服 當起店員學習迎接客人銷售商品 雖然有些手忙攪亂 但可愛度爆表 一起去看看 光臨光臨 請問你需要什麼口味 老師帶著幼兒園的小朋友來到蛋糕店 換上可愛的工作服和帽子 中當小小店員與顧客 有模有樣的對話特別有趣 要讓小朋友認識學校附近的社區 進而小朋友可以學習如何當店長 還有如何當一個客人 然後學習如何跟人互動 台中市北區太平國小旁邊就是一中商圈 富有攜手蛋糕店安排小小店員體驗活動 不但讓小朋友學習與人互動 也瞭解店家買賣的知識和服務技巧 小朋友透過當店長他學會招呼客人 他會學會歡迎光臨 然後賣完牆會派之後 包好牆會派之後 他還會有禮貌的跟客人說 謝謝光臨 歡迎下次再來 那小朋友收穫很多 我們想要小朋友跟我們做更多的接觸 然後我們可以教育小朋友 讓小朋友更勇敢表達自己 然後從中學習 然後讓他們得到樂趣 太平國小校長表示 希望小朋友可以在活動中 培養責任心和團隊合作精神 新唐雅的電視秋天喜 台觀台中採訪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 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 2024年8月1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 已經達到4億3385萬8726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42087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